后期末考试的时候,他去了两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是扩谈的本身,一个学习叫做扩谈的本身 第二个题目是试试人生苦梦的原因,并求其解决之道 我一看这个题目这么大,根本不是两个小时可以学到完的 同时,我当时正想自杀 我就看这个题目,我就离开这个教室了,给他行个礼 大教授就是大教授 他还没说,考试了,你为什么离开教室呢 他根本,看了不看我一下,离走离的 我在这个周围里面,讲起了《悲观之后家收捧法》 有一篇东西,《问自杀》很长,那篇文章很长 就是《问自杀》有中文翻译,我就看这篇东西 我一看,我一看,说文华说,人为什么自杀呢 因为自己的贪欲,自己的贪欲 在人事物上的贪欲到了高峰 也就是人的盲目的意志,它叫做盲目的意志 在发泄的祈求,遇到了几度的挫折,不得解决,就自杀了 人的盲目意志的贪求到了极点,就会自杀 我说是这样的,那我就想他,假定我不太有盲目的意志了 当时倒还不是这个,我觉得有一点道理,我就继续看这个《书梦法》的书 就看了十五天,想起方道梅老师,出的这个题目,人生为什么苦梦的原因 十九天,解决之道,那么我就心切来朝啊,写了一个晚上啊,写了一万多次啊,把这个交给他 我在答这个两个题目,我只答一个,下面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于是说来啊,两个题目,答一题就够了,其他一题啊,就用不着说了 我就送到他家里面,他真是有气派,他跟我的分寿是我在台大青年最高的分寿 我就跟男老师,我就跟这方老师说啊,我说你真有气派啊,我只答一题,你怎么跟我这么高的分寿啊,他回答,他说,我是看你的潜力 所以打分寿不一定啊,爱因此啊,爱因斯坦的成就,也不过是一单只这个公式而已嘛 因此,我在四十八岁以前,可以说长传想自杀的 四十八岁以后,我见到了蓝老师,他会请先生 慢慢地,慢慢地,我对人生,对社会,对整整天下国家 多少一点,比较深度地了解了 就是人对自己,人对人,人对社会,人对天下国家 你慢慢地,你慢慢地,透过你的经验 透过对自己的一份深层的繁琐 深层的繁琐,与了解 这一层深层的繁琐,与了解 不是情绪的,不是情绪的,而是知识的 而是绝对对自己诚恳的,不骗自己的 人的意思,有三件四体 骗人,会骗,骗自己 你不能不让别人骗你 你有时候,也会骗别人 但是人,或者意思,真是 要慢慢地做到 不要自己,骗自己 至少,你在被别人骗的时候 你不知道,没有关系 你在骗别人的时候,你应该知道 你在自己骗自己的时候,你应该知道 那么,经过这么一个过程 经过这么一个,在知识上 在经骗上,累积性地,累积性地 反省与运势 你会慢慢地 我的经骗 你会慢慢地把人生 把社会 把天下国家 然后,你看蛋 看蛋 就写了 骗头 就不可能 人的意思,就会比较好过了 黄老师 黄老师 一生 不仅是 中国精华文化的坚存者 也是维护者 他曾经去美国 夏威夷大学 召开 去西中西哲学会议 在那个会议上 有人反对 不接受 这个 我们 中国的 如是道 国家的 不可思议 境界的哲学 不可思议 境界的哲学 黄老师 站起来 毫不客气地 跟这一方面讲 你在这方面 连小孩子都不是 这方面 这方面的事情 有 有资料 有记录 我就不在这里 多次解释了 好 这个 黄老师 我就 报告在这个地方 下面 我要向各位报告 我为上48岁以后 转到船里面 就是 南范景先生 南范景先生 我自己用一个 也许是 情感的 也许是 带着一份 情感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就认识他了 现在五十多年了 出来也是很好笑的 我自己快八十岁了 他九十多岁了 我还是像一个 幼稚人的小学生一样 在那里上课 对他有这份很深的情感 他对我也一样的 有这份深深的情感 南范景先生 我说是圣文 他有很多原因的 他过去一生 学信了 成下了各种学问 中国的九六世家 他没有让不去探索 他年轻的时候 就误导了 年轻的时候就误导 也是真到自己 究竟是什么 了解了自己 究竟是什么 误导以后 他到罗梅山 去闭关三年 闭关之前 他写了两句 很重要很重要的话 聊聊 了时 无可了 聊聊 了时 无可了 寻寻 寻到 华王家 我们说聊远 咱们说